HELLO 各位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4月22号礼拜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民当家 我是李欧 台北股市今天下跌105点 虽然看起来只有小跌 不过我想今天一定非常多的投资朋友在关心 台北股市到底怎么了 今天下跌105点 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确实你需要担心 为什么 因为台北股市今天的成交量高达6449亿 好 各位看这个画面 小画面 今天台北股市成交量6449亿 是史上第一大超级巨量 今天盘中高低的振幅 高点一度大涨超过220点 低点杀下来也是跌超过百点 高低的落差高达362点 有小画面 如果你是看到今天台北股市 这种上下的剧烈震荡 你是看到今天成交量6449亿 才开始恐慌才开始害怕才开始在砍股票 我只能跟大家讲太慢了 为什么我们从上礼拜五包含这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陆陆续续都事先的公开的提醒各位投资朋友们 在这个地方17100点之上都要做减码 这个是我们从三月份三月底 就一直拟定好的计划 在我们加入成员的传证稿里面 我都一直放在最下面 就是17000之上 17100以上 就陆续的逢高做一个减码动作 本来我们的股票是非常的多的 但是 我想市场上应该有些耳闻 大家也知道我在上礼拜五就开始出现大量的减码 那你看到今天的这种状况 很多投资朋友 包含我们自己加入成员 你一定会想说台北股市怎么了 接下来到底会如何走呢 好那这个我们后面再详细的跟大家讲 我们先看一下 这根巨量代表的意义 为什么会有这根巨量呢 理论上 因为台北股市现在当冲的很多 而且从去年8523涨上来 台北股市史上第一次 有史以来第一次哦 一波直接涨超过一倍 涨超过8900点 到今天 这样底部算到最高 涨了8905点 史上第一次 一波涨这么大 中间都没有什么大幅度的修正 那高档出现了大量 你绝对应该要警惕 那今天这种大量 其实早在我们的预期之中 修正在所难免 那也许有些人会说 今天外资是买超的哦 等一下我们跟大家分享 外资买超那又如何 当然有些人会解读说 今天是自己在杀自己嘛 你要想去年8523到现在为止 这个8900点 快9000点的行情 外资在干嘛 外资去年卖了5394亿 今年又卖超过3000亿元 昨天也大卖202亿 今天买29亿 那又如何 这一波行情并非由外资所主导 这一波行情是由内资所主导 所以今天内资大卖 还有包含 过去的几个交易日 电子股特别的弱势 台北股市我有跟大家提过 90%以上的时间 都是电子股当家 大部分的人 传统的这些主力大户 其实他们都是做电子股为主 那当然台湾出口 贡献GDP最大的也是电子股 但是电子股在往下跌 有些人就建议失签 本来去年一开始 很多人在存股 存金融股 后来发现台积电 发现航海王大涨 他就去买航海王 就去买台积电 可是你看到台积电 开始在往下修的时候 最近又开始涨什么钢铁 又开始涨水泥 他就一直去追 到处去换 操作没有所谓的核心的理念 跟中心思想 他就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而实际上 我们从电子股开始走弱 我们就已经嗅到不寻常的味道了 大盘接下来会修正到哪里 这个我们最后面再跟大家谈 为什么大盘会跌 帮我放大这画面 今天早上的新闻 一大堆利多 我想很多投资本应该是没有去看 没有看 甚至也没有注意到 或者是有看 你可能就是瞄过去而已 我认为这一点相当重要 这一则新闻讯息 主要经济体第一个暗示退场 就是加拿大央行 他说要缩减QE 暗示明年可能会升息 第一个央行 其实收资金 因为我们现在丢小画面 台北股市或是国际股市会大涨特涨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QE 而且是无限QE 无限量的撒钱 市场上钱太多了 才造就这一波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波多头行情 可是你看到有央行 他暗示QE要退场 爆发的画面 加拿大央行表示 由于经济从疫情当中复苏 优于预期 比预期来得更强 所以他要把疫情期间 支撑经济的购债计划 就是买债券 撒钱到市场的计划 缩减四分之一 每周每个礼拜购债的金额 从40 降为30亿加币 他是缩减四分之一 那金额变成24亿美元 而且加拿大的央行上修对经济的预测 把升息的时间表提前 所以他今年是看好的 今年是预估经济成长率上修两个百分点到6.5% 所以经济真的非常非常的强劲 好给我小画面 只要央行开始收钱 还没有升息 市场就会出现比较剧烈的动荡 现在就是准备开始要进入一个动荡期 那动荡期 今天是多少 4月22号 4月20号 我是不是先跟大家讲了 20号我在 LINE 主页文章 我在LINE的 这个讯息里面 包含像Telegram讯息里面 我是不是就直接公开跟大家讲 明天过后 你要严正以待 4月20号 明天是几号 21号 明天过后 不就是后天吗 4月22号的后天 不就是今天 4月20号的后天 就是今天 4月22号 我跟你讲要严正以待 因为我看到不寻常的迹象 你看 4月20号 我发这张图 我说我的天 之前疫情很严重 很恐慌的时候 吓死人的时候 融资 只有减35% 当时大盘跌30% 融资减35% 恐慌了 所以融资减幅度 比大盘的跌幅来的大 大5% 可是这一波大盘上涨 20号的时候 大盘涨103% 融资 143% 等于说多多少 融资乐观的程度 多了70% 是不是比恐慌那时候 还要更乐观 而且是乐观非常非常多 而且炒股变全民运动 你看网络上 各大社群 各大群组 今天我还听到更夸张的 有人这个上班 不好意思下单 不方便下单 老板在看 跑去厕所 去厕所下单 有没有夸张 厕所变超盘式 帮我放到这画面 4月20号礼拜二 我在群组是不是公开讲 我说明天过后 我说17100点以上 你要执行用股票换钞票 看看他是以盘带跌 还是直接向下溜滑梯 有没有 昨日 我说昨日 右边我说昨日 融资单日大增59亿 这是4月20号 给我小画面 昨天啊 21号 融资一天也是增加 接近50亿 超夸不夸张 爆发的画面 你看我简单快速带过 4月16号 我怎么跟大家讲的 我说 这是我们交友成员的讯息 就直接给大家看 4月16号 中午早上11点16分 我说 日线周线 同步指标高档背离 那大盘的位置高低不一样嘛 所以我们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来应对 这几天我们看到一些不寻常的迹象 需要时间来印证嘛 好 你看 4月19号 我跟大家讲说 电子的成交比重 19号礼拜一 我说剩下47% 严重失衡了 我们持股已经降低非常多 为的就是等待5月份 最佳的买点 手握现金要等待良机 4月20号 礼拜二 我跟大家讲说 逢高还是要顺势减码 而且因为融资越增越快 你要保有现金 你才可以把握未来的良机 今天 你看今天 在今天早上10点14分 我还发讯息 跟所有交流成员讲说 预估金量会超过5000亿以上的大量 会再创历史记录 我们已经 已经 我说已经做好最好的准备了 签进比重 请拉高到70到80% 大买的机会在后面 请再确认一次 做好调整 给我小画面 其实 我早就已经 做好调整了 但是我知道 一定有些人 他没有跟着做调整 他可能还在犹豫 还在观望 但是我发这个讯息 就是再一次的提醒 希望大家确实的做跟我们一样的动作 10点14分 今天台北股市10点14分 台北股市还大涨160 70点 帮我放大这画面 字比较小一点 我直接用念的 这个是今天我在盘中 我赖给我们的VIP交流成员 因为他有我的赖 直接跟他对话 我就打这段文字 9点50分我就跟他讲 9点50分大盘 那时候还是很限大涨 接近180点 我刚才讲说 今天量能预估量稳定在5500亿左右 会再创纪录额 手边的现金要拉高到70到80 然后我说融资增幅179% 到昨天增幅179% 凡事一提两面 悲观的时候会更悲观 乐观更乐观 这是在讲去年 去年 很恐慌的时候 大家都很乐观 当时指数离年线的位置是-22% 现在指数离年线位置是-22% 我说成交量会报大量 台股的前十大量 已经都刷新记录了 都集中在今年的4月份 总之按照原定计划 17100到17400 逢高都是减码的卖点 你看右边9点27分 我又跟另外一个家族成员提醒 我说手上留现金80%以上 绝对不会错 我说现在疯狂的程度 对照之前疫情恐慌的程度 远远超过当时 我说时间不多了 而且最后面我还写一句 老子说 天欲其王必令其狂 给我小画面 你看到今天盘中这种震荡 其实爆巨量都在我们的规划之中 但是我本来预估了 5000多接近6000 但是今天超过6000以上 这个是比我之前想的来的更大一点 但是也差距不远了 反正今天就是爆大量 好 这个是今天早报 帮我放大 我早报里面 在这个国民当家赖群组里面 我就贴这张图 我说专注细节成就完美 为什么 你仔细看一下 去年的中间这条线叫年线 去年的8523 给我小画面 那一段期间你知道恐慌到什么程度 很多人每天都在想 都在思考 奇怪台北股市跌那么多了 12197跌下来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每天都在想说 跌这么多了 负乖离这么大了 当时很多人都在算 负乖离15% 负乖离16% 17% 18% 20% 怎么都不反弹 最后面跌到3月19号 负乖离已经超过22%了 最恐慌 当时负乖离跟年线之间的距离 你把当时8523 减掉3月19号那天年线 240日的距离 负乖离是22% 到今天为止 负乖离 就是离这个年线之间距离 涨太远了 正乖离是22% 所以左手边是极度恐慌 右手边是超级乐观 完全是两个世界 当时指数是跌30 融资减35 这一波到昨天为止 指数最高是涨101 但今天最高已经涨到104%了 融资增加来到179% 远远的乐观 不得了的乐观 所以你看帮我放大 今天早上我跟大家讲 专注细节成就完美的时候 我还特别举这一句经典的名言 我说战争来来继续 唯有老兵屹立不摇 股票股市如同战场 所以投资人应该追寻内心的平衡 你不要轻易受到外在环境的牵引 你要赚你该赚的 等你该等的机会 来给我小画面 所以我说很多人就看到说 这个电子不好 你就去追传产 然后去追金融 反正就是资金到处乱跑 到处乱追 现在的情况 前面几天的情况 我们水泥又没有在外销的 水泥拼命在乱涨 你也跟着去跑 有些公司赚0.0几 又没什么赚钱 股票涨翻了 用喷的 很多匪夷所思 莫名其妙的利多 就把你骗进去里面 为什么 那一些股票不是你该赚的 你就不要去赚 你要等你该等的机会 所以外在环境很多利多 很多新闻讯息 你要知道筛选 而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跑 所以我不会因为 外在市场环境 一直很热络干嘛的 就改变我们原先 就定好的一个计划 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要求 所以你看我说 巨人肩膀不是人人人战 你在我们股民当家的团队里面 是我们加入成员 基本上我们后面买的也是有受伤 没有错 但是我能做到的就是尽量帮加入成员 减少后面的损失 甚至于能够全身而退 前面买的加入成员 那一路上来的基本上都是大赚 只有最近有些在高档的小赔 那当然我们也是有做减码的动作 所以如果你的持股跟我们说的一样 是减少到这个现金提高到七十八十% 接下来的机会一定能够带你大赚回来 好那在交友成员里面 只要你在我们团队里面 我们就会保护你 财商还有说的决定你能够拥有多少财富 什么叫财商 财商就是你在这个经济环境之下 你有没有办法具备生存的能力跟智慧 你的财商要够高 你才有办法生存 如果你财商不够高 那你要学着进步 学着调整 那学着待在团队里面 这个是今天外资买外操 我刚好提过 外资买操很多人就解决说 今天外资买29亿 投资人是自相残杀 6000多亿 去年外资卖了5300多亿 今年又卖了3000亿 卖了8000亿 外资根本就大错特错 你看外资没有用 外资做错了 大盘涨一倍他都在卖 卖8000亿 内资才是主导行情的 所以你看自营商 自营商最准为什么 自营商昨天卖53亿 今天卖59亿 自营商什么叫自营商 就是证券公司操作自己的资金 叫自营商 自营部门 他有背负不能赔的压力 如果赔钱 那他可能要被老板 file而掉了 所以你看自营商连续两天 是大卖的 自营商卖的比外资还多 卖的比投信还多 好啦 所以我想 只要你加入团队 接下来5月份 也许是6月份也不一定 行情下来之后 你要把握机会 把握时间 大概会落在5月份的某一个时间点 机会来了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手上有大量的现金了 好的 那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做一个参考 更多喜欢信息 也欢迎投资朋友持续锁定 股民当家的LINE群组跟Telegram 别忘了 还有5月份的大好机会 也祝福各位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 股民当家 幸福理财 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 拜拜